我曾经碰到一位女孩 当时她的父亲遇到车祸 刚好也没有其他亲娘陪她的一件事 看起来真的是很无处 偏偏这么多警察呢 她就一直盯着我 我没办法 我只能告诉她我有办法 我本来是想给她一个护士 护身符给她压压惊的 怎么知道我从口袋掏出来的 是我朋友刚结婚分的喜糖 超尴尬的 然后呢 这个女孩就眼眶红的 走过来告诉我说 薄荷的花语呢 也就是永不消失的爱 我看清楚 那个喜糖是两颗薄荷糖 我们就一起吃了薄荷糖 一起进入咽尸房 最后呢 她告诉我说 我是她碰过最棒的警察 有üzel荷糖 짜 Или 幸好 生薄荷糖